霹雳公正党副主席阿拉法宣称 近期将有三名霹雳在野党州议员倒戈 引来霹雳一党主席拉兹曼批评 这是廉价的政治挑衅 无需理会 根据每日新闻 也是乌鲁敬达州议员的阿拉法 昨天告诉媒体 这三名霹雳在野党州议员 相信霹雳大臣沙拉尼 以及手下安华的领导 因此决定改变立场 阿拉法拒绝透露这三人的详情 只声称其中两人曾与他见面 并说明愿意支持州政府 以帮助人民 阿拉法也指出 这三人会留在各自政党 在没有退党的情况下 支持沙拉尼的领导 他们希望霹雳州政治稳定 不过霹雳一党主席拉兹曼 随即驳斥阿拉法的说法 直言不需理会这种对国家 没有任何好处的廉价政治挑衅 拉兹曼也认为 业员跳槽犹如自毁桥梁 因为人民不会忘记这些作为 这并非霹雳州第一次 传出业员倒戈的消息 今年8月 沙拉尼曾指控国盟 试图策反至少四名在潮州议员 以发动政变推翻霹雳州政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